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劳急法修法议题近期被受外界关注 有网友则在网络PO出影片 指控自己的老板常让员工超时工作 不仅说好的加班费违法不给 还逼员工签字院离职单 且这名老板还嚣张呛声 我就是流氓啦 不爽不要坐等影片 PO网后也引发网友纷纷摇头批评 有网友在爆料公社分享影片 内容为货运司机和老板谈判 执意货运公司 管老板故意侵占员工薪资 且每天都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2点 不让员工准时上下班 就连承诺加班到凌晨会加级 奖金也都没给 加班费也违法少算 一群货运司机不满万命 却没得到说好的报酬 但老板态度却相当强硬 怒呛员工要不就接受这样的待遇 留下来继续做 理由都是不肯给足加班费 眼看谈判依然无果 员工决定转向劳工局投诉 拿回自己应该有的薪水 这段影片之后被爆料公社转 PR到YouTube 命名为劳工的权益谁雇 其他网友看到则纷纷表示 这些老板都是被宠坏了 答应好的 点破还恼羞成怒 惯老板就是觉得不怕请不到人 超时加班就是理所 当然老板就是这种态度 政府还要我们自己跟老板谈判 物流业 餐饮业 护理界 保全业及套RR 哪个政党执政时关心过